这是我去过120个国家里觉得最乱的地方 世界上联合国车辆最多的国家 整个国家首都就像是一个联合国大院停车场 比例高到离谱 叙利亚 阿富汗 伊拉克 利比亚 跟这儿比起来那算是质讯景 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兄弟们我是李青勇 现在我在中非共和国 在中非共和国的首都班级 你看我刚吃完晚饭 吃完饭当地一个还不错的餐厅 你看这车 一排车不夸张说全是幽恩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大使馆绿牌子 然后后面车也是 包括前面这辆海尸它也是幽恩的 这感觉就是很奇妙你知道吧 前面来了个萨博班 这也是个绿色的牌子 就是外交系统 国际组织 天呐 惊呆了 门口停的两辆车 一辆都许是幽恩的 另外一辆 另外一辆也是绿色的牌子 战友人会搬手机抢吗 好 中非的国是就是一直乱 99%的中国人不敢来吧 确实 警哥 相信这个中非它是什么原因 导致它这么乱呢 你看外边全是联合国的车 我从来没一个国家见过 这么多联合国的车 人们都很紧张感觉 中非本身就是被定为 全球极度危险的国家 风险非常多 法国在非洲这些法国殖民地 它的影响力还是有的 中非跟法国正式签订了一个协议 就是地上的资源属于中非的 地下资源属于法国的 因为资源的问题 然后法国又不想放弃这个地方 所以有一些叛军 包括那个水三架的军队 背后都有法国的影子 中非政府它不能统一整个中非 像各个省那边叛军还是比较多的 那就像你们在这边会感到一些危险吗 比如说我们作为国有企业 作为央企在组造中非的话 那肯定不会去班级以外的地方 所以这个风险还很小的 就是说班级以内都还好 所以一去班级以外的地方 那风险是非常大的 你看嘛 中非政府它只能控制 班级和班级周边的地区 就比如说中非 中非这么大 其实班级大概就是跟这个圈一样大了 是吧 对对对 就这么点位置 是政府控制的 那这些呢 别的地方呢 别的地方你像 别的地方是你的地盘是吗 北边是你的地盘 我的地方 这就会从班级在控制呢 生命线就是运输线 这条路的话 政府也不一定能控制之量 偶尔班级也会过去 抢几个集装枪 制造点麻烦 现在那种情况 那那政府军和那个联合国 包括那个瓦克纳军 就会从班级 然后一路打到卡曼隆边境 把他的这个运输线 给保证 前段时间不是我们有 九个国安华 中国人同胞出在 在班级里边也愉害了 对对对 他那边 他的尸体摆着一排这个 对那边本身就是 叛军控制的地方 他们会成立政治的牺牲品 比如说叛军 要给这个 政府人知道 政府制造点麻烦 他就会 打死一些 烧架抢给当地人 所以是 除了一些 咱们中国企业 讨金者 那其他中资企业 这个是不会去摆击 目前的 我们这块项目也接近于尾声 就要进攻了 所以这方面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企业在国外 他都会买 采购一些保险 商业保险 比如说我们在 非洲中 对这边做项目的话 我们都会只在国内购买 那个 就是咱们 咱们国家有个中心保险 如果他受到这个 政治原因 不可抗力 导致你这个项目成功了以后 就赔偿你这个项目的损失了 比如说设计 设备 什么的 中非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当地人每个月工资就挣500 但是我们找遍全城 当时找酒店 找遍全城 我想应该有便宜的吧 结果找全城最便宜的酒店 要300块钱 基本拿到能住的这种标准的酒店 要500人民币 而且这个酒店每天断电8个小时 16元的日工资 跟当地18块钱的油价 这个真是鲜明的对比 我们是从喀麦隆进的中非 当时坐大巴进来的 500公里走24小时 然后给了18次钱 而且是钱跟你勒索 你还不敢不给 你要真不给的话 他们真是敢杀人的 那会我上车之前 又有点发烧 然后一路上发高烧 后面有一天晚上下雨 这个检查站 下去这个军阀跟他被他交涉 被他下去交涉 然后跟他试大开口 可能当地人要 三五十人民币一个人 然后跟贝塔要一二百 还要多少呢 贝塔说价格那么便宜一点 那人直接拿着枪指贝塔 我在车上是难受的是 动也动弹不了 呼吸都感觉难受 然后当时感觉挺无奈的 我现在在比比亚了 再过几天的这个视频 就跟上进度了 我在剪这个视频 我就在想 这个中非这个国家呀 中国人在建设它 但是老外人在摧毁它 感觉这个国家呢 是我去过一百多国家里面 最悲惨的国家 哎 希望下次去的时候 它能够好起来吧 还好 太好了 巴嫂